这个视频还是继续渊海18格 渊海算是渊海外18格吧 渊海外18格里边有一个什么上官生财 这个上官生财和大家平时所理解的一样 平时所理解的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渊海子评上面这个上官生财格 这个格有什么条件 就是说有什么条件 就是大家看这个条件 就是必须要有三合局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以暮日主 比如说以暮日主 第一支就要建一个什么火局权 就要一个商官局 要权呀 要权呀 这是第一个条件呀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要生财 要生财呀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不见官 不见官 这才是完整的商官生财 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地支是商官局天干透了官杀 那么这个就不叫商官生财格了 叫什么商官代杀格 商官代杀格 所以要注意这点 这个其实和什么格局类似 和这个财旺升官类似 大家注意这个点 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是典籍上的一个例子 是明朝的一个宦官 明朝的一个宦官的一个例子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申有序权呀 是吧 申有序权吧 这个也是三会商官局吧 也说地支要有局啊 要成局成相 并且这个透财了没有 肯定透财啊 透了一个政财 商官生财格成吧 但是此人啊 就是这个宦官吧 这个宦官刘瑾 大家如果对吧 对历史有了解的话就知道 这个人最后被凌迟处死了 为什么这么讲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就这个命局时辰建了一个甲木 甲木正官 是吧 是不是时辰建了一个甲木正官呀 这是商官建官了 也就是说大凡入这个格局啊 不能透正官呀 否则的话就特别容易什么 官司刑欲啊 容易有官司刑欲啊 你不能说 就是说大家不能认为是商官生财 才有商官 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曾说什么商官建官 妙入印财之底 其实这句话说的是用神 哎 并不是格局啊 而且即使商官为用啊 见官兴深刻呀 犯太岁的时候 也是难免有这种是非呀 官非呀 是吧 只不过可能未必影响格局 当然这个就是影响格局了 这个官 所以这个商官生财 就是地之成局成相 是吧 地之成局成相 天干要见财 不要见官 不要见官啊 这是一个要素啊 这个呀 我早就能别纳Pe 很好看 都不及了 咱们 尤其是 这就是 麻烦